大早上就吃这么丰盛 家里有多少银子够你这么会活的 我出来赚钱 就是为了养你啊 虽然家里面钱财不多 但是买下小半个京城还是可以的 我 我原来这么有钱啊 李延义果然没有骗我 没想到 我竟然这么有钱 我得把我的家产统统带走 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着 日子不知道多逍遥快活 带什么都好干 忽然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 吃穿不愁 还有个这么大的宅子 这个自称我相公的人 又长得这般英俊 还能听话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不告诉你 我呢 陪你一起从头再来 我们积攒新的记忆 对了 我明天想出门做几身新衣装 天天这么吃下去 再过两天 我就胖成猪没衣服穿了 让裁缝来家吧 那位自称你相公的李延义 就是当今的太子 他如此费尽心思地骗你 你却毫不知情 我们以前关系还不错 我不忍心你被利用了 你可以不相信我 自己去查便是 今日我先走了 明日我再把衣装送过来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